Hello大家好,我是晶晶,欢迎回来 今天我会做韭菜炒蛋 需要用到的材料就是韭菜和蛋 首先我们就先来切韭菜 然后打蛋 依旧是蛋里加一点盐 可以加一点水 首先一锅烧热,加油 油烧热,倒入蛋液 水烧热,倒入蛋液 热,倒入蛋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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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拌 翻炒至成形了就先盛出来 锅中再次加油 油热之后放入韭菜大火翻炒 炒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再加入鸡蛋 加入鸡蛋之后转中火 加入一点盐 一点生抽调味 这个菜就可以关火啦 关火出锅 现在这道韭菜炒蛋就做好啦 非常简单非常快速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你订阅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